很多人都期盼已久的杨贵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 贵妃的画像没有留下来 我们是不从所知的 所以说这个雕像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广东的美院设计大师潘赫教授所设计建造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来往前面走 不要害羞啊 虽然它是一个裸体的雕塑 但是这是一种艺术 通体呢全部都是由汉白玉所制成的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杨贵妃的生平 杨玉环 她呢出生于公元的718年 她是山西永济人 在12岁之前呢是随自己的父亲呢在四川长大 所以说她是一个川妹子 但是呢等到12岁的那一年的时候 她的父亲去世了 所以说当时的杨玉环呢就跟着自己的叔父去到了洛阳 那个时候唐朝的洛阳 我们那个时候把它叫做东都对不对 有一句话叫做花柳繁华地温柔不贵乡 东都有点类似咱们现在的北上广深大城市 所以说年纪轻轻的杨玉环儿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见过了很多的大世面 等到她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位亭亭玉玉的大美女 但是呢大家来到华星宫以后 包括你们晚上看长恩哥的时候 你连长恩哥讲的什么内容都不知道 甚至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叫什么 叫做长恩哥顶级避易美学 但是当你了解这个唐朝恩哥背后到底讲什么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去说的 为什么呢 长恩哥讲的是谁的爱情故事呢 它是杨贵妃跟唐玄东之间的爱情故事 两个人什么关系各位知道吗 什么关系啊 对 还有人之前说什么夫妻关系啊 其实都不准确 他们两个人是公公和儿媳妇这间的关系 杨玉环呢她有两任老公 第一任老公就是寿王礼貌 但是唐玄东又为什么会跟杨玉环又在一块呢 其实这就要说到她的母亲了 叫做吴慧妃 吴慧妃那个时候是唐玄东的一个宠妃 但是在公元七百三十五年的时候 吴慧妃因病去世了 因此呢当时的唐玄东每天查不思犯不想很伤心 那个时候杨玉东身边有一个得力助手叫高丽世 高丽世其实是个马屁精啊 特别拍马屁 看到皇上不开心他更难受 每天的给皇帝介绍宫内宫外的各色美女 所以说呢 有一天他就发现了杨玉环 长得是特别的漂亮 他觉得呀杨玉东也许会喜欢吧 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准确 为什么呢 他跟寿王府没有仇吧 他为什么要把寿王妃引荐给皇上呢 所以我猜什么原因啊 有可能是华清宫 当年华清宫是温泉圣地 每一年冬天的时候 皇家子嗣们都会来到这里沐浴温泉 有可能是某一天 杨玉环刚刚洗完澡之后 你想想美人刚出狱的那个样子 贵妃有三大高光时刻 第一个叫贵妃入狱图 第二个叫贵妃出狱 第三个叫贵妃醉酒 所以说贵妃洗澡的时候 其实那个状态是非常美丽的 有可能那个时候 唐玉东看到杨玉环之后是一见倾心了 但是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两个人是公共和儿媳妇这样的关系 所以说不知道谁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做了一件事 当时的唐玉环就把杨玉环弄到道观里边去了 让她去替太后祈福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去当道姑的话 相当于她出家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旦出家 说明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就此解除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般的道观都是修建在深山老林里边 对不对 可是当年的唐玉宗把这个道观修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皇宫之中 为了方便两人见面 所以杨玉环那个时候 唐玉宗还给他赐了一个道号 美其名曰叫太真道长 因此我们后人也把他叫做杨太真 但是他这个道姑呢 就当了一年 公元740年的时候 杨玉环呢 就已经可以和唐玉宗一块 成双成对的出入宫廷之中了 所以说到了公元745年的这一年 杨玉环呢 终于封杨玉环为杨贵妃 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恩宠 叫做后宫家里3000人 3000宠爱 于一身 可是很可惜 杨玉环呢 他只活了38岁 在公元755年的时候 就香香玉玉了 很多人觉得很可惜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雕像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雕像呢 他营造出了杨玉环 当时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刚刚说了 贵妃有三大高光时刻 贵妃入狱 贵妃出狱和贵妃醉酒 想问一下各位 你们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雕像是在入狱 还是在出狱吗 出狱 有人说出狱 有人说入狱 我来介绍一下答案 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脚 他的脚呢 是往前伸 对不对 入狱 对说明他是在试探水温的感觉 另外他的一只手 缓缓的提起裙摆 应该是贵妃入狱 好